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展覽主要是我創作教材畫 30年的一個回顧展 1985年我開始學起教材畫 到現在大概畫了蠻多的作品 也辦過很多的展覽 我是希望藉著這樣的一個機會 把30年的創作 大概有10個系列作品 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展出 希望社會大眾對我的30年的創作 有更多的一個認識 那所以我辦了這次叫兒力風采 戰前翼交采創作30年展 這一次教授的主題是兒力風采 是教授30週年紀念展 那我把就是在交采的歷史上的一個階段 我把它分為三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是日日時期的台展時期 那第二個階段是神展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學院時期 那學院時期即就是教授是 即領執助教授之後呢 是一個具主導的任務 台灣有很多畫家到日本學教採畫 像我的老師林子柱老師 就在日治時期到日本學畫 那戰後他回來台灣授課 尤其1985年之後 來東海大學美術系教這個課程 那我間接的從他的身上學習到 我們中國古老的這種繪畫的美材 那這樣的一種教材 它的色彩 以礦物質顏料為主 在華麗中帶一種穩重高雅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是我滿習慣的這種特色 這一次詹教授在展出的作品呢 有57件 那7件呢是國媒館典藏的 還有幾件作品是私人典藏 都在這一次的展覽都會展出 非常精彩的 而且也很期待就是10個系列的作品 非常精華的 這一次都在團區一文中心贊助